回来先关心最新的国际消息 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地发起了脱乌入俄的公投 连续五天投票在周二结束了 四个地区的亲俄官员都宣称公投获得胜利 这是根据亲俄分离主义政府 他表示顿内刺客有超过99%的选民 支持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另外三个地区的赞成选民也都在九成上下 最快俄罗斯联邦在29号 就会审理相关的法律条文 可是这个举动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谴责 他们认为这是假公投真骗局 法国外交部长表示拒绝承认结果 而且会采取新一波制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指控 克里姆林宫战争失利 想要借由这种公投 动员乌克兰人在自己的家园打仗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